嗨,大家好,我是急速汉语卢旭峰 前两节课我们讲了大脑如何接收和处理视觉听觉信号 这节课我们说一下如何才能将这些信号有效地保存起来 在记忆心理学的书中多次指出 要想记忆变得深刻,最好的办法就是调用尽可能多的感官 特别是情感,投入的情感越强烈,动用的感官越丰富,记忆就越深刻 刺激记忆最有效的情感是恐惧,所谓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神 因为这是基于生物体的生存本能 这种事情发生了一次还没有死,就表示已经足够幸运 通常不可能有机会再犯第二次这种错误 所以恐惧可以带来终生无法磨灭的超强烈记忆 有些甚至融入了DNA,通过遗传将这种知识传承下去 人类对蛇的恐惧就是基于DNA的 仅次于恐惧的感情就是爱情 人们通常很难想起三天以前的午餐你吃了什么 现在请大家回忆一下自己的初吻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立刻把自己带入到当时的场景中 对方的表情,嘴唇柔软的触感,身上的气息等等 无论那一刻已经过去了多久,都不会褪色 再其次强烈的感情是荣誉 没有一个运动员会忘记他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个瞬间 为了获得荣誉,战胜的对手越多,这份记忆就越持久 第四种强烈的情感是喜悦 大家可能都会记得一些喜剧片中的经典镜头或台词 中国古人总结了四件绝不会忘记的事 九汉冯甘露,他相遇固知,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石 恰好对应了以上的四种感情 所以在记忆的时候,情绪会极大的影响效果 当人处于比较亢奋,欢快,又略带些紧张的时候 记忆的效果最好 而处于过分舒适的环境中时 大脑会自动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 效果反而不好 这就是我们窝在沙发里背担词时 很快就会昏昏欲睡的原因 我们与周围的世界进行信息交换 主要通过五种途径,即所谓的无感 或者叫做信息获取模式 它包括1.视觉 2.听觉 3.触觉 4.嗅觉 5.味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厨艺教室的学习 如果没有的话,建议去体验一下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调动全部无感的学习机会 效果非常神奇 我第一次去学习厨艺,至今已超过25年 可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因此除了情感之外 动用尽可能多的感官来加强记忆 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很多人学习语言 就拿一本书再默默地阅读 这是最不可取的方法 因为这时你只用到了视觉 而如果大声朗读出来 效果立刻大幅改善 因为此时你又动用了听觉 而且因为口腔的运动 对触觉也多少有些刺激 有人说 这时在旁边点一支脏箱 会不会效果更好呢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 但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虽然人人都有无感 但是在大脑内部 则有三个内感官处理系统 叫做内视觉、内听觉、内感觉 每个人的内感官系统的强弱 是不一样的 因此他们对不同信号处理的能力也不同 通常 视觉型的人会喜欢相信 他们眼睛看见的东西 回答问题的时候 喜欢一二三说重点 不喜欢啰嗦 并且需要别人立即回应 听觉型的人说话喜欢说细节 而且不停地说 说得停不下来 感觉型的人很感性 说话的声音会比较低沉而缓慢 做事情的时候也相对较慢 了解自己有优势的内感情方向 在学习时充分加以利用 就可以事半功倍 了解内感情方向 学习事半功倍 了解内感情方向 学习事半功倍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今天的背景图和上次一样 也是在菲律宾的庞老岛拍摄的 这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小村 可是却在村口的小树林中 拍出了侏罗纪公园的赶角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课再见